这是一件半礼的小西装 半礼就是我们前面有礼布 后面没礼布 就是叫半礼 好 这是我们这个前侧 跟我们这个前侧板 我们现在要把它这样撤起来 我们撤的时候 我们这里就是一个袋子 我们先要把我们这个袋唇 把它在反面汤上这个 这个薄也是叫秤 这是我把它烫好 烫好了然后我们就对折过来这样 整趟平整 整趟平整我们这个袋唇 有下袋唇跟我们上袋唇 我们要把它这样 看清楚这上袋唇下袋唇 我们这个袋唇开好这个宽度 是0.5 这是我们这个实样 0.5块 我们先把它这样 走上把它烫好了 我们走上线 我们走线的时候 我们走到0.6 我们把它走到0.6 定好0.6块的宽度 我们这样 把它撤好 把我们这个上袋唇 下袋唇都这样撤好 撤好0.6块 撤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撤到这上面来 我们这个上袋唇 我们就撤到这个上 上截上面 我们撤的时候就这样 这里 侧 这边是侧 我们就这样撤起来 撤起来 这样翻过来就杠杠好 这边都写得很清楚 这边下袋唇这边也是侧 我们这样放 好我们先把我们这个袋唇把它这样 撤到这上面来 好 这就是我们上 我们就放 撤这个上袋唇 这是我们的上袋唇 这是侧 侧缝这边 我们就是把这个袋唇这样放在上面 这样放在上面 翻过来就刚刚好 是这样平起 好我们现在把它这样 把上袋唇先撤到上面来 我们撤到时候 我们这个袋唇这边 只要一公分宽的指口 我们如果宽了 我们可以把它修掉 就这样撤在这个 前侧上面 我们撤的时候把这里摆平 这样撤上来 我们撤的时候要超过这一条线 我们走到0.6 我们就把它这样超过这条线 把我们袋唇撤到这上面来 刚好超过它一线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我们上袋唇撤到我们的前侧上面来 就是这样翻好 就是刚好就这样平起 我们现在把我们下袋唇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下袋唇 也把它这样 吃到这上面来 我们吃的时候是这样 这样吃 吃到这上面来 我们吃的时候也是 把它削到一公分宽就可以来的之后 削好了我们就把它这样撤起来 撤的时候我们把它两片 两头这样对齐 这个时候我们撤的地方对齐就可以了 没有撤的位置这样 撤过来 我们撤的时候超过这条线 好这就是我们上袋唇跟我们下袋唇 把它这样撤好 撤好了我们这上面还有这个 带贴 这是我们带贴 我们带贴也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侧 这边是侧 我们现在把它在反面烫上这个锅 把它烫好 烫好了我们现在把它这样 这边是侧 我们就把它这样 放好 然后我们把它这样 放到上面这样面对面这样 把它撤起来 把它撤起来 我们撤的时候 重到我们这条线就可以了 把两片板平 好这是我们上面这一 这个把它撤好了 我们现在把下 这个侧摆把它也撤到上面来 我们撤的时候就是这样 也是把它这样 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袋唇这样扣紧 上袋唇跟我们下袋唇 一定把它这样扣紧 扣紧然后这样翻过来 把它这样撤到一起 扣紧 冲到这条线 把它撤起来 撤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扣紧 不要这样张开 好这就是我们代替的撤好 就是这样 一定要把这里 这样扣紧 撤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两边 把它这样摸平 这就是我们这个袋唇 撤在上面来就这样 把它摸平 把两边定一下位 我们定的时候把它这样摸开 定一个压两块 把这两头都把它定好 我们定的时候刷到 把这个袋唇把它这样 袋紧 这样定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袋唇 把它撤好了 就是这样 一定要是合拢 平起 好 这是我们这个袋子 把它这样撤好了 我们面料 平幅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 把这个前钟 把它这样拼在这上面来 布料比较抛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拿去整趟平整 再来拼 都是一样 这是我们这个前钟 我们的前钟 先要在这个反面 烫上这个布 把它烫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前钟 跟着前侧把它拼到一起 我们拼的时候 这个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直部 我们把这个下面对起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侧 跟我们前钟边拼到一起 就是这样 拼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这样整趟平整 把它整趟好 这是我们这个后侧 跟我们的后侧板 我们也要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我们拼的时候就这样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直口 然后面对面 我们这样拼的时候 我们只要我们拼到一公分的地方 把它对起就可以了 我们这一公分的地方 把它这样对起 这样拼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后侧 把它拼好了 就是这样拼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这样整趟平整 整趟好 这是我们这个后中 我们后中有两片 我们先要把我们的后中 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我们拼的时候 我们拼的时候这样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直口 好 这就是我们后中拼接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整趟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这个袖子 我们这个一个小袖 一个大袖 我们先要把它再拼接下来 我们拼的时候 我们这里烧融色 我们就是把它这个 这个刀口的位置 我们先可以把它走一条线 我们走线的宽度 只要走到0.8 手在前面挡着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线把它走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袖侧 把它这样拼接下来 我们拼的时候这样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直口 我们车的时候 刚好我们这里走了一条线 车的时候我们就这样 好 这是我们这个袖底缝 把这个袖侧把它拼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这样 袖底缝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我们拼的时候也是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直口 把它这样 好 这是我们这个袖子 把它拼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袖子拼好了 我们这个衣服没有礼布 我们把它拿去烫好 然后我们包边 包上 把它捆边 就这样捆好边 这是我们这个后侧 把它这样整趟好了 整趟好了 我们这件衣服 整件 这后边没有礼布 我们就把它这个风味 把它包上边 我们就把它这样捆边 但是我们这个捆条 这个我们要把它捆条长是368厘米 我们把它这样裁减好 裁减好了 我们就把这边把它这样烫好 这边把它烫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样车起来 我们车的时候 只要车到0.6块 我们把它这样定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样包起来 我们包这个捆条的时候 我们这个风味是往上面倒 我们就在这反面车正面压线 我们正面压线就比较好看一些 好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把它这样 捆边把它捆起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先把这个捆面条把它车到上面 然后我们就翻过来压线 我们压线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这样折过来 从这里开始压 我们压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下面把它带紧 上面刚好盖住 我们下面那条线 把这个车的那条线盖住 这样扯过来 好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捆边捆好了 就是这样子 我们如果有这个铜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拉红拉 也是一样 没有拉红的话 我们就这样包 包好了 我们两边都是0.1的线 我们整件的包法都是一样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后侧 把它捆边把它捆好了 我们后中也要把它捆上边 我们捆边的方法都是一样 这是我把它捆好了 捆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 后侧 撤到我们这个 后中上面来 我们撤的时候就把它这样 面对面 一边撤一片 把它这样 面对面这样 把它拼一公分宽直口 把两片拼到一起 拼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刀子把它对好 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后侧 拼在我们的后中上面来 就是这样 把它拼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整烫 烫好了我们也要把这个缝 把它包上边 好这是我们这个缝把它拼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衣服的尖缝把它拼接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前侧 给我们前侧把它整烫好了 就是这样 整烫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尖缝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我们这样面对面 把这个尖缝把它拼接起来 拼的时候也是拼一公分宽直口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尖缝拼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整烫平整 把这样整烫好 把我们这个后侧这里把它整烫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门筋挂面 我们这个门筋挂面 现在反面把它烫上这个锅 也是叫秤 烫好了 因为我们这个实样把它画出来 就是 不然画 这是我把它烫好 画好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门筋挂面烫好画好了 好 然后就可以把我们这个里布的前侧 我们的里布 前面它有里布 我们要把这个里布把它拼到这上面来 拼到这里 我们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直口 就是我们这个里布的面 就是我们的挂面的面 我们把它这样拼过来 我们把它对齐 拼 我们抽的时候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抽的地方 对齐就可以了 我们抽的时候把两片摆平 按我们这个实样线把它车过来 好 好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侧里布 撤到我们这个刮面上面来 就是这样 撤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后领口 后领口贴 我们现在反面把它烫上这个布 也是叫秤 烫好了就要把它捆边 这是我把它捆好 这整间的衣服的捆法都是一样 这是我把它捆好了 捆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后领口贴 给我们这个门经刮面把它这样扯起来 把它这样扯起来 我们把它这样 扯起来 我们扯的时候就是 这样子 把它这样 比好 按我们这个实样线把它这样扯过来 这一边也是 把它给堆好 好 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后领口贴 给我们这个门经刮面把它拼好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拼好 刚好是平起这里 这是我们的后领口贴 就是我们的 就是刚好 这样拼好就是刚好 按着这边边这里 就是我们把它这样拼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整烫 把我们的前面这里 把它这样烫平整 把这个这里也把它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领子 上领 我们现在反面把它烫上这个薄 也是叫秤 然后用我们这个实样把它这样画出来 就是我把它烫好画好 烫好画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上领把它做起来 我们做的时候面对面 面对面把它比好 从这里开始车 车的时候按我们的实样线 我们换了实样线 我们做底领 我们就要把它这一节 用这一节 底领紧一些 面领松一些 这样车过来 这里也把它放松一点 这里也把它放松一点 把这个底领带进去 好 我们抄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我们就把它两片摆进去 到这里来了 我们要把这个底领把它带进去 好 这就是我们的领子把它做好 我们这个底领要紧一些 面领松一些 做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直合把它修掉 把这一穿把它修到0.6 这个脚的地方这样斜着剪 剪 离我们这个线 留到0.2就可以了 把它修剪好 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把它修剪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在这个底领上面 压上0.1的线 我们从这里开始压 这两头留到3公分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从这里开始压 我们压的时候 把这指口把它扒出来 不要藏匙 这一头也是别放大线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线把它压好了 我们把它的脚翻到正面来 把它翻方正这样叠好 翻好了我们把它这个脚把它调方 好 调好了我们就把它拿去整烫 我们压了这个0.1的线 我们烫的时候就比较好烫 我们烫这个顶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底领完里面 来0.2 0.3 把它这样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袖口 这是我们这个袖口 我们这个袖口也是先在反面把它烫上这个骨 然后用我们这个石样把它这样画出来 画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做起来 我们做的时候这样面对面 我们把这一串把它这样做起来 我们做的时候就把它让 让我们这个石样线车过来 我们车的时候也让它底紧一些 这样让它底紧一些 车过来 好这是我们这个袖口把它扯好了 我们把它直口把它修小一点 修个只要留到0.6 好这是我们修减好了 我们也是把它打开 在这个画的石样线这一边压线 我们这个底就紧一些 我们把它这样压上线 好这是压好线 我们就把它这个角翻到正面来 把它调方正 好这是我们这个袖口做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这样整趟好 把它这样整趟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把它整趟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烫的时候 让这个底领进来一点 烫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样修紧 这两边都修紧一样大小 这样烫就把它修紧一样大小 修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下领 把它扯到上面来 这是我们这个下领 我们现在反面把它烫上这个补 然后用我们这个石样这样 画出这个石样线 把这两片都把它这样画好 画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扯到我们这个上领上面来 我们扯的时候就把它这样 打开 这样扯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 有三道位 这就是我们上领的地方 我们就是把这一边把它这样扯起来 我们就把它这样面对面 按我们这个石样线把它这样扯起来 一边扯一片这样 把它扯起来 我们扯的时候我们把它扯起来 我们扯的时候我们把它扯起来 我们扯的时候我们把它扯好了就是这样 我们再把另外一边也把它这样扯起来 我们把它扯起来 我们扯到这里 我们扯到这里 把它扯起来 把它扯起来 扯好了 我们还要把它这个领子一边把它压上线 我们压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这样 把我们扯的这个缝 这样打开 把它这样一边压一条 我们好这样打开的话 我们就这样扯 打不开 我们可以拿去烫 把这样烫开来压 都是一样 我们把它这样摸平 把缝打开 一边压一条线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领子把它压好线 就是这样 两边都把它压好了 压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 两片把它钉到一起 把这两片把它钉到一起 把它这样摸平 我们钉的时候可以把它上面 就面层可以稍稍松一些 把它松一点点 这样摸平 前面有到五六公分不要钉到头 我们就这样从这里开始扯 把这个领子的底面层把它这样 合钉到一起 我们合钉的时候慢一点 不要起扭 把它硬平幅过来 我们钉到这一头也是 留过五六公分 五六公分不要钉到头 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领子把它钉好了 就是这样 钉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整烫平整 把它这样 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这个尖缝 跟我们这个后面这个风味把它包边包好烫好就是这样 我们整间的包边的包包是一样 我就没有每一条风去包 我们就把它这样包好烫好 包好烫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门径挂面把它挂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挂面也把它烫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样门径挂面把它这样挂起来 我们车的时候就把它这样比好 面对面我们从这个下角这里开始挂 我们把它这样挂好 从这里 从我们这个实样线这里把它这样挂过来 然后我们的实样线挂 我们把它两天摆起来 我们把它两天摆起来 扯到我们这里有这个位的 锅头位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上面这里 我们把它挂面放松 下面带紧这样扯过去 扯到这里就好了 就把它停下来 我们再接着把这一边这个门径挂面也把它这样扯起来 我们扯的时候也是把它这样摆平 两天 从这里开始扯 我们扯这里也是把它上面挂面把它放松 扯到这个位置里 我们就把下面两片放平就可以了 看扯一穿过来 怎么样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门边挂面把它扯好了 就是这样 扯好了我们现在把它的指口把它修掉 我们修的指口留到0.6 把这个角这里斜着剪 把这一穿再修过来 留到0.6 修到我们这里的位置 我们就把它扯个包口 离这个线留到0.2 把这样一直修过来 我们这角这里也是这样斜着剪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门径挂面把它修剪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翻过来 在这个上面压线 我们这个上面是门径挂面是面 我们压线的时候就压在这前面上面 我们这个下面是这个前面是面 我们就压在挂面上面 我们现在把它这样压起来 我们压的时候从这个 我们这里有个刀口 包括上下一公分的地方 这上面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把它压在这个前头上面 我们压的时候把它指口扒开 不要藏指口 压到这个淋嘴这上面来 我们留到三公分不要压在头 这就是我们上面把它压好了 这个下面我们就要压在门径挂面上面 我们把它这个摸好 这个刀口下来 也是一公分的地方 开始压 压的时候把它这个指口包开 所以我们这里要打个刀口 这个下角这里 留上三公分不要压到头 因为我们这个压角压不到头 压好了我们把这个角把它翻到正面来 那这样翻好 调方正 好的 这是我们门径挂面上面 现压好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直口往这边倒 所以我们这里要打个刀口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门径挂面 上好了 我们两边的上方都是一样 把它上好了 压好先了 我们现在 我们上好这个门径挂面 我们两边这个门径嘴 一定要是一样长短 上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领子把它上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整摊好了 就是这样 整摊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领子上起来 我们上领的时候 我们这样 这样上 打开 我们这边是面 我们把这个底层这一边 跟我们这个衣服 这样上起来 我们上的时候就把它这样打开 把我们的底层跟我们的衣服 把它上起来 我们上的时候 从我们这个领子这里 这里 跟我们这个门径这里 打开 线对好线 从这一针这样扯过来 刚好要接上这一针 我们把这一针 把它这样对好 从这里开始扯 我们扯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衣服摆正 我们这个领子上面有这个实样线 按我们的领子上面 使用线这样扯过来 扯到这个转角的位置 我们这个衣服上面转角 跟我们领子上面转角 这样扯好 扯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转过来 把它打上刀口 在我们这个衣服上面 打好刀口了 我们就把这个领子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我们把下面这个衣服要摸平 一定要摸平 这样扯过来 我们扯过来 我们这里有位 我们的尖缝位 我们一定要把它对好 这后中这里也是 把它这样对好 上过来 上到这一边 这个转角位也是 我们把它这样摸平 转方正过来 再把它打个刀口 把它转过来 我们出到这一头 这里也是 刚好这样打开 从到这一针上面 我们上好要重 重起来 这一条线要把它 刚好是接到这一针 把它重到一起 好就是我们这个 这一边的领子把它上好了 上的时候我们转角的位 一定要方正 领子一定要上圆顺 把它这样上好了 上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一边 这一边的领子 跟我们这个 后领口 能拎光面这样上起来 上的方法 跟我们这边的方法是一样 也是从这里开始 它只是两片分开上 我们把它这样 从这里开始 转过来 重到这一针去 我们吃到这一点 也是刚好 接上这个 就像这样 接 顺直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领子 两边都把它上好了 就是这样 上好了我们把我们这个 拿去整趟 我们把它拿去整趟 我们把它拿去整趟 我们这两边要是一样长 这个领子这里也是一样长 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把它上好了 上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整趟 我们趟的时候 趟开一缝 把这衣服上面也这样 趟开一缝 打开 趟好 上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袖子 把它捆边捆好 整趟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袖口 也把它这样趟好了 趟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袖口 把它上起来 我们上袖口的时候 我们把它 用我们这个实样 把它画出这边的这个宽度 把它这样画好 我们画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袖口的这个面画 这边是底 我们在这个面上面画 画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样 定起来 定成一个圆圈 我们把它这样定 我们把它摆平 我们袖口做好就是这样 我们就把它这样 这样摸平 这样把它这样 这里定起来 定成一个圆圈 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个袖口 我们上好 是往这个上面这样翻起来 我们是这样上 上好我们是这样翻在这上面 我们这个叉子是在我们这个袖侧这边 我们就把它在这里 我们上好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把它这样翻过来 我们现在把它这样翻过来 从我们这个袖侧的位置把它这样 开始上 我们上的时候就 我们上的时候就 这边 我们这个面 花了时间 我们就 把它这个 面放在这一边 这个底 对我们这个袖子的面 这样上过来 上到这个袖侧这一边 我们上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风味把它这样对好 最好我们就把开始把它这样撤起来 我们抄的时候把这两片 把这个袖口 跟我们这个袖子把它这样弄均匀 抄的时候 抄我们的花了时间 现在这边一线 等一下我们还有这个袖口贴 我们要等一下抄过它一条线 就刚好 我们就把它这样两片摸平 这样上一穿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袖口把它上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上好了它是要这样翻上面来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面 穿在这上面 上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袖口贴 我们这个袖口贴 我们这个袖口贴 我们先要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我们把它接成一个圆圈 把它这样拼接好 我们拼的时候拼一公分宽之后 拼好了 我们这一边要捆边 我们这一边捆边 我们就把它这样 打开 捆上边 我们捆边这个条子 我们可以按我们这个上面这样 比好 比好一样长 这样 剪掉 然后我们就按它这个 一公分宽的直口 把它这样结成一个圆圈 把它这样结起来 结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边把它捆上边 我们捆边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这样 在这反面车 把这个风味打开 把我们这捆边把它这样捆起来 我们捆边就把这个风味对好风味 扯到里面六块 扯到里面六块 那些捆边的方法都是一样 我们把它这样 扯一串过来 煮好了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压线 把它这样翻过来 在正面来压线 我们也是从这个风味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我们压线的时候 我们把下面带紧 上面放紧 盖住我们上面这一条线 把它压一穿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袖口贴捆边捆好了 就是这样 捆好了 我们 就可以把它上起来 我们上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它这样 这样 我们上的时候 我们这个缝位 就是对我们这个 夹底缝这里 绣后缝 就是我们的后面这条 就是这一条缝 这是侧缝 我们把它这样 对好 我们这样对过来就是刚好 刚好这里 我们撤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子撤 把它这样 撤好就翻过来 这里就是光便 我们把它这样 翻到反面 从我们这个 袖底缝这里开始 我们把它是袖底缝这里 缝位最好缝位 放在这个袖口这一边 我们这样面对面 缝位最好缝位这样 我们这样撤 这样撤来好吃一些 我们这样撤 这样撤来看着我们的上 修口的这条线 就刚刚好 就不会宽窄我们的修口 我们就把它这里 从这个夹这个缝位 对着我们这个夹底缝 就是躲在这一边 我们把它这样对好 从这里开始上 我们上的时候就把它这样摸平 按我们上的袖口线 超过这个袖口线 把这样上一盘过来 好的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袖口贴上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袖口往上面翻 这个袖口贴往里面翻 上好了我们就把它拿去整趟平整 把它这样整趟好 好这样整趟平复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门边挂面都把它这样整趟好了 我们烫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上面是门进挂面是面 这下面是这个前面是面 好的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烫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领子这样把它这样摸平 把这两片把它叮到一起 把这叮到一起 我们这样打开 打开一看 我们这里重叠的位置 我们可以把它修掉一点 这样就比较薄 没那么厚 我们就把它这样 这个转角的位置 我们就把它这样修剪一下 好的说我们这个领子把它修剪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样摸平 从我们这个门进这里 把它这样摸平 这样把它钉一串过来 把这个两片层钉到一起 我们这样开放它就薄一些 我们就把它这样 把这两片打开烫 然后把它钉到一起 两层 我们钉的时候一定要把两片这样摸平 这样一串钉过来 我们钉的时候就这样 一船这样钉过来 钉的时候一定要摸平 不要起扭凉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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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两层把它钉到一起了 好 好 把这样摸平 把这样摸平 叠进去 然后把我们下角这里 这样摸平幅 一定要这样摸平幅 然后这样拿好 钉起来 钉的时候就是这样 把它这样 车幅密到一起 好 好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下角这里 把它车好 把它车好 就是这样 我们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摸平幅 把我们下角这里摸平幅 这样 我们先要把我们这里 按我们只要上面的宽度把它烫好 烫好然后这样摸平 就是这样把它钉好 钉好了 我们的两边要是一样高 钉好了我们现在把它这样翻到反面来 把我们这个下角把它这样撤起来 把它这样 里部跟面部把它撤在一起 我们撤的时候就这样 把它这里摸平 里部跟面部这样摸平幅 我们这里 就是这样摸平就可以了 错开了就是错开了 就是这样 把它这样摸平把它这样撤起来 我们撤的时候 撤一分分宽直口 把这两层把它钉到一起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下角把它撤好了 就是这样 下角撤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 里部跟我们的面部的前面把它这样钉起来 我们钉的时候就把它这样摸平 这样摸平 摸直升过来 把这两层把它钉到一起 我们钉的时候 我们钉的时候 另一个压角环就可以了 把我们这个夹成这里 一起把它钉过来 把两片摆平 好 钉到我们这个尖缝的这里 我们就把尖缝把它这样 钉过来 把两片摆平 把它这样摸平 也把它这样扯起来 把它这样扯起来 扯起来 扯的时候就按我们这个拼尖缝的这个线 从这里面这样摸平把它这样扯过来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片把它这样钉好了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把它这样钉好 钉好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埋夹缝把它这样平接起来 把这两片比好 一样平 从这里开始扯 我们这下面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后面这里 我们把它这样比好 拼上来就可以了 我们拼的时候拼一公分宽之后 我们这个下角 后面的下角是这么宽 我们这下面也是刚好是这么宽 就从这里开始拼 把两片转平 拼一公分宽之后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衣服 这个买甲缝 把这个尖缝把它这样撤好了 我们撤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摸平 不要起扭 撤好了我们就把它这样修剪好 我们把我们这个买甲缝跟尖缝也把它捆上边 把我们这个尖缝跟我们这个卖甲缝把它捆起来 我们捆边的时候 跟浪油捆边都是一样 把它定个0.6宽的宽度 然后我们从这里开始撤 我们撤的时候把两片这样摆起来 撤过来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买甲缝跟我们这个尖缝包好就是这样 我们尖缝包到这里就可以了 包到这个扣领口里面就可以了 就这样包好 包好了我们就把它拿去整它 泡的时候把我们这个下角 我们这个下角可以把它这样 打好边按我们纸杆上面的宽度 打好边 把它这样 这样一条把它打好边 然后把它这样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 把它整烫好了 这个下角也把它打上边 把它整烫好了 整烫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角边这里 峰位这里把它这样定一下位 把它这样固定一下 把这几个峰位这里都把它这样定好 定好了我们把这个这两头这里 我们把它这样折过来 我们把它折平幅 按我们这个汤也这样折好 然后把它这样 撤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买家的线 就这样撤好 撤好我们这里就比较平幅 我们这两边都是这样把它这样撤起来 我们撤的时候一定要包紧 包着平幅 这里 这两边都把它这样包平幅 撤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下角 用手中把它这样撤边 把它这样撤过来 我们撤的时候就从这里 从这头上开始撤 我们撤边的时候 就在这下角上面撤一针 在这个衣服上面撤一针 我们在这衣服上面撤 我们只要撤到两三根沙 不要过面 我们就这样一直撤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脚边把它这样撤好了 我们就把它打上截 然后把它撤上 好 这是我们这个下板把它挑好 就是这样 一定要平幅 挑好不要过面 好 这是我们这个下板挑好了 我们这个领子也把它整成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把它这样摸平 把我们的厚中这个位把它这样定起来 一定要把它这样摸平 把它这里把它定一下位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厚中把它定好了 定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衣服的袖子把它上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袖子把它整摸好了 整摸好了就是这样 整摸好了我们把我们这里面这里 绣口贴也把它这样摸平把它定一下位 把这两个风味都把它这样定好 定好了我们的袖口这一穿也可以把它这样挑上边 它穿好 它穿的时候就比较好 把它这样以这里也把它这样定起来 现在定好了还是要比较固定 也可以把这一穿把它这样挑上边 好 这是我们这个袖口把它定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袖子上起来 我们上袖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袖顶上面把它走一穿线 我们就从这个捡口过来一点点 这样走了0.8分的之后 手在前面挡着 好 这就是我们那个袖子把它走好线 如果我们那个走的线不够揍 我们可以把那个线把它这样轻轻的拉一点点 拉一点点的容量把我们的袖子上面 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弄尊 弄一点点这样 容量放在这个袖子的袖顶上面 我们就把它这样弄好 弄得有一点点这个容量 好 现在是我们这个袖子把它弄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袖子把它上起来 我们上袖的时候把它这样面对面 我们上袖的时候 这个小袖上面这里有一个刀口 这个刀口就是对我们这个衣服的这个夹底位 我们就是在这个夹底位 我们这个袖子 这一个刀口是前面 两个刀口是后面 就是我们这个高的 这是后面 这是袖底缝 好 我们就把它这样 小袖上面这个刀口 对我们衣服的夹底位 把它这样对好 这样上过来 我们上的时候 上一公分宽之后 上人顺 把我们这个刀口把它对好 放到我们这个袖顶上面来 我们这个袖顶上面 我们这个袖顶上面 这个袖顶上面 把袖顶上面把袖顶上面 把袖顶上面上面这个刀口就是对我们尖锋 然后把它这样对住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衣服的袖子把它上好了 我们把袖子上好一定要圆顺 一定要圆顺 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袖子上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 把我们这个袖子把它打边 打边打好整套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上面这个尖棉布 我们要把它扯这个尖棉 我们这个尖锋上面要一厘米厚的这个尖棉 把这个尖棉这样一厘米厚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尖棉布 我们就把它这样放在这里 这样折过来 把它这样折过来 折平服 把它这样包在里面这样折好 折好 好 我们就把它这样再一串 扯一圈一屑 把这样摸平 从这里包我们这样 把这尖棉把它扯住 跟我们这尖棉一串这样扯过来 我们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这样摸平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尖棉把它扯好了 就是这样 扯好了我们就把它拿去打一圈边 把它打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这个袖子把它打边打好整套好了 整套好了 我们这个尖棉也把它这样打边打好了 打好了 打好了我们把我们这两边这里把它定一下位 这样它这个打边线就不容易散 好 定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尖棉把它定在上面来 我们这样对折过来 在这里做个记号 中位的地方 好 做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尖棉钉到我们这个衣服上面来 我们钉的时候就是这样 这边画了记号 在我们偏封的这个尖封的这个线 把它这样对好 最好我们就把它这样 拿平过来 从这里开始把它这样 把它定起来 我们在这起手跟落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多定两针 这样牢固一些 好 定好了 我们就往这边这样 定过来 我们可以 这样 反面可以定远一针 我们这一边我们就把它这样 定一针 就这样一直这样定过来 好 这时候我们这个尖棉把它定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定的时候这个线不用拉得太紧 放平就可以了 我们定好了我们就把它这样打上截 然后把这线条把它剪掉 我们定好这里就是这样 这里一定把它这样放平 比我们跟我们的打边线平齐 出来一点点也不够 好 我们这样把这里定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里也把它这样定起来 我们这里一个位 对我们这个线把它这样定好 我们也是把这个钉在节目上面 把这样钉上 钉上几针 钉好了就把它打上截 好 这就是我们的尖棉把它钉好了 就是这样 你看 这里 把这袖子这里 刚刚好这样 比较圆顺 就定好了这个 肩棉的定好了就比较圆顺 就肩棉 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肩棉把它定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衣服 然后我们这个 门巾锅 把我们这个 把我们这个 挂面实样把它这样 比好 比好我们就把它点上 这个扣位 跟我们的扣眼位把它这样点好 我们这个袖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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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要按我们这个 食量这里 把它这样点好 也是按我们这个 袖上面这个 把它点好位 把它点好位 垫上扣子 把我们的袖口这里 垫上扣子 把这里固定 好 我们这个衣服把它 把它做好了 我们这个衣服就把它做好了